字幕提供 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葛 今天帶大家來看的 是雅居樂和細光創建 一起開發的項目叫做南溪半島 為何今天會專門帶大家來看 因為這個項目的門口是BRT 即是快速公交車道 如果沒有車的話 買這個項目是最方便的 因為它直接可以坐BRT 去到中山任何一個地方 不過很多中轉站都是免費的 現在我們進入項目了解一下 國先生 你好 現在幫你介紹一下我們的區域和樓盤上式 首先我介紹一下區域 樓盤是叫南溪半島 是嗎 是 OK 之後我現在幫你介紹一下 我們現在的位置在火具開發區的中心位置 樓盤名叫南溪半島 在我的激光點的位置 這裏是在東振東一流和庫路大道的交會處 之後它是兩個開發商的一個高端項目 兩個開發商 是 第一個是阿居樂 第二個是本地的開發商 西江創建 西江創建 是 之後的話這個樓盤 這個樓盤在這個開發區來說 是比較重心位置 因為這裏的交通是比較便利的 包括所有的生活配套 都是齊全的 包括它的軌道線都在我們附近 首先看我們這裏的話 大家比較關注點 就是在那個深中通道 在我們項目出發是連接庫路大道 橫貿一路去到二路和三路之間 這裏是那個深中通道的第一個出口 泥村出口 泥村出口 它來的話4點多公里 我們駕車過去的話 都是用回大概700分鐘做的時間 700分鐘 我計過10分鐘 再走回深中通道就是 都是20多分鐘 其實都是半個小時去到深圳前海 是呀 因為它官方消息 深中通道的一共都是24公里 是 它在兩端 雙通的時間是用回30分鐘時間 30分鐘時間 是 因為在我們深圳那邊 出口 它只有一個 那邊出來 就是那個保安機場 在附近 是呀 就相對來說的話 我們現在要去到機場的話 可以擁有的話 就是那個廣州八路機場 廣州橫機場 以及珠海那邊的機場 珠海機場 是相對來說 都要花一個半到兩個小時時間 才能去到的 是 未來的話 如果是我們樓盤出發 連接回深中通道開通之後 去到深圳機場的 都是40分鐘 40分鐘 是 相對來說 更加便利 是 還有我們這裏 除了這條在建的通道之外 因為它要23或24年才會開通 另外的話 我們中山有7條的乘軌線路 嗯 其中 中山的乘軌二號線 會在我們的小區旁邊會經過 哦 即是門口已經有 是 乘軌線 其實是否地鐵線 相對相似 可以說是輕軌類型 哦 屬於輕軌線 但是就行中山的 是的 中山市內 中山有7條 其中這條二號線 就在中山的小南那邊 是直接連接回最東部的馬岸道那裏 是中點站的 因為它中點站那裏有個新碼頭 哦 即是到時 那麼碼頭到時就是乘船去深圳 去香港和香港 都會更加節省一點時間 因為我們現在用的碼頭 是中山港校園碼頭 中山港校園碼頭 都是屬於火具區的 火具區的 是 香港大道的話 一直走上去 即是最北面的位置 嗯 我們要花十分鐘以內時間 十分鐘 去中山港校園碼頭 嗯 即是不需要拐彎的 直線距離來的 即是現在由深圳香港乘船 其實都是到原先的中山港碼頭 是的 這裏的話 去深圳 就去複餅那裏 嗯 45分鐘可以到的 45分鐘到複餅 是 是 所以方便 因為它這裏的話 其實如果不是隔條 即是說這個內海 其實它過去是很近距離 嗯 所以這條深中東道的作用 就出來了 嗯 明白 所以現在的話 即是它除了這些陸路交通 它還有水路的交通 嗯 因為它單止是說 可以運客 以後的貨運 包括以後的大型企業的貨運 那些都會相對來說 成本會會省很多 所以這裏的話 就作為一個 第二個保安的身份 去發展 相當於深圳的後花園 現在所謂的科技區 是的 是的 這個都是現有的碼頭 嗯 新碼頭暫時未開 嗯 還有我們現在現有的話 還有一條比較重要的交通樓樓站 就是這裏中山站 中山站 這裏是屬於講 豬城軌的其中一個站點 嗯 我們項目呢 距離中山站 就要花18分鐘左右的時間 18分鐘到中山站 是 那中山站是可以去到哪裏呢 中山站就比較厲害 去回廣州藍站 是 因為這裏的話 30分鐘以來 就去回廣州藍站 嗯 還有的話 都是連接回珠海 都不用用到30分鐘 嗯 相當於從中山站 到達輕軌 就半個小時到廣州藍站 半個小時到珠海 是的 加上我肯定說項目 10分鐘可以到中山港的客人碼頭 是 那其實項目A 就是你們樓盤 坐巴士方不方便呢 就是門口有沒有巴士可以搭呢 還是一定要自己開車過去中山港 或者中環州 有的 我們這裏的話門口有一個 第一個有個BRT站 叫做快速公交站 BRT 這叫做快速公交站 就是 比方有四個車道 單獨有條車道 是專門公交的 其他私家車是不可以佔的 就是 這條路 是專門走巴士的 所以是上班高峰那些 是不怕塞車 是 你私家車怎麼塞都好 它都不會塞 所以叫做快速公交 公交車道主要是走到哪裏呢 首先走到下面是連接環貿 一直到中山麗和廣場那邊 這條線主要是連接我們的城區方向 去到麗和廣場地標 如果是其他的公交路線 在我們樓盤旁邊都會有 但不屬於 BRT 站 它都會有回到中山港校園頭 或者去到太陽城那邊的方向 或者去到其他方向的斑尖 其他鎮區 都有的 其實門口就有巴士可以乘搭 是 有公交車 是 之後我們這裏 還有一條線 剛才忘記跟它說 廣州的18號線地鐵線 現在廣州正在修造 以後我們規劃的話 都是在18號線圓牆到我們中山站這裏 再在中山站連接珠海 這條線就跨三個市 都是珠三角比較重要的城市 其實相當於從你們這裏 去到深圳 其實到時候最長都是40分鐘 去到廣州珠海鎮就半個小時 是的 18號線 去南沙呢 其實去南沙要多久呢 這些地鐵線 地鐵線 即現在是跨跨當中 其實就算你不坐地鐵的情況下 自己駕車過去南沙都是40分鐘 哦 駕車到南沙40分鐘 是的 因為走到我們旁邊這條逸仙路 逸仙路 逸仙路 逸仙路去到廣州南沙那邊 因為我們自己都試過渡航到那邊 花回40分鐘左右的時間 40分鐘就可以到 最長都是45分鐘 其實都不需要專門去搭輕軌 直接自己駕車都40分鐘就可以到 都不單主意說是我們珠三角 在中山站這裏 以後都是那個深站鐵路 即是深牛鐵路那裏 其中一個站點 書樓站來的 只不過深圳到江門那段 就現在才開始開工 是江門到站江那段已經開通 已經使用當中 在這裏的話以後 在珠三角連接班 月西那裏都會被人方便 因為本身中山就 好像整個大灣區的中心 即是大灣區來說 好像黃金三角位那樣 其實你記憶到點 例如廣州 珠海 或者深圳 這個城市包括人口 或者經濟 包括消費能力都是很高的 而且我們現在相對來說 的樓地就是中山這裏 包括樓價 包括生活上的消費水平 像金三角一樣 是 在中間 是的 這裏的話它得益於它的資源 以及它的地理位置 即是在中山可以輻射到幾大城市 所以就是深中中度的作用性就比較大了 其實項目這裏 你們周圍有甚麼配套 例如我生活 或者讀書 或者醫療 或者想著平時去逛逛 有甚麼生活配套 這些就齊了 不用等於有規劃 即是現在已經有的 全部現有的 現時在用到的 和你介紹一下 我們項目出發 剛才和你說到碼頭的位置 這個區域全部是行政中心的縫點 即是所有的職能部門都在碼頭這個方向 都是說我們樓本去到那裏 幾分鐘去到 即是走康樂大道 康樂大道 不需要轉彎 都是走回那裏 就會是我們的行政區域 整個福哥行政區域就是那裏 即是德蘭湖公園那一圈 是的 德蘭湖公園都是我們量點來的 我們有兩個公園 其中一個是在政府區域的德蘭湖公園 它旁邊都有比較多的大配套 首先德蘭湖其中一個 裡面會有一些比較悠閒的跑道 或者是它那些體育設施 籃球場 足球場 義務球場 那些都齊了 之後的話它旁邊 會有匯整中心 做一些大型的活動場地 包括圖書館、寫字樓、育館 都是在那裏 哦 明白 即是我們都是十分鐘以內可以享用到的 之後的話 我們剛才提到有商業的 就是我們的旁邊會有一個太陽城球衛中心 是的 在康樂大道的話 右轉即是聯設到東鎮東二樓那裏 太陽城球衛中心在那裏 大概三個紅燈位 三個紅燈位就到商業中心 是的 所以中心裏面是否有什麼戲院 KTV 平常我們買東西 是的 有所有的 雙重都有的 因為它說 用以馬超市 都在營業了很久 之後其他比較知名的連鎖 都會在那裏 電影院那些肯定會有 KTV 肯定會有 還退回一點 這裡都有一個會所 不一定去到太陽城球衛中心那裏 明白 另外一個部份商業 就是我們開發區這邊 比較人群集中的部門街 這裡的話就集中1加1 連鎖超市 因為可能1加1對很多人都陌生 但在中山來說是比較大型的連鎖超市 1加1是中山本土的 本土的 基本各鎮市都會有 各鎮區都會有 之後的話 最旺的地方都會有 這也是重點 那如果讀書那些醫療那些 這些都多了 首先我們自己的樓盤會有幼園 自己的樓盤會有幼園的 有一個新學校八小 之後的話上面會有一小和中心小 香薰園小後面都是中學 都是中學 都是隔條馬路 隔條馬路 過去一點點 是公立還是私立 那些全部是公立 全部是公立學校的 私立都會有 會遠一點點 在博文這裡 因為是貴族學校 如果正常回到這裡的樓盤位置 去到博外路旁邊 距離都很近 OK 不過可能費用高一點 我們醫療點都在旁邊 在我們的樓盤出發 連至康洛大道 環茂一路 和日鮮路這一段 就是兩個紅路燈位 回到博外區醫院 博外區醫院是三格醫院 它衝著三格去做 因為以前的資歷都比較高 但不在這個位置 是新搬遷過來這裡 哦明白 所以它重新去評級 但是它的體量是比較大的 佔地都幾十萬平方 哦 OK 這裏就是醫療培套的最近的點 上面有一個單中醫院 這裏的骨科是比較出名的 就準備看骨科的了 是比較出名 是非常出名的 開發區醫院就是綜合醫院 是的 是綜合性醫院來的 然後單中醫院會稍微遠一點 是的 因為我們這裏是比較成熟的生活區 人群都比較集中 因為附近所有的小區 比如樓梯房也好 電梯房也好 十幾年也好 二十幾年也好 就是樓梯房的樓梯 基本的話它入住都可以到80%左右 所以這裏的人群比較集中 所以這個生活配套是非常成熟的 現在就說到市場方面了 因為它有這樣的人群在這裏 所以的話市場是比較成熟的 在我們的樓盤旁邊 會有個小銀市場 嗯 這裏沒有搜尋出來 有個張家邊 張家邊市場 這個體量比較大一點 但是我們沒有搜尋出來 嗯 但地圖可以看到的 嗯 OK 之後的話 香港人小學後邊也有個大市場 相當於樓盤旁邊就有三個市場 都不止的 哦 還不止的 是的 哪個門口走出去到時都有去到市場 是的 比較方便 如果你是去回香港人小學後邊的市場 就走回這邊的長青路 連接回日鮮路 過去一點就是了 都不用走到日才到那裏 就是走路是走得到的 走路也是走得到的 就是當作散步 好的 其實你們現在賣的均價代價多少錢呢 這個以開發區為例 這裏的平均價錢是15,600 左右 就是15,600 左右 其實都很值得 因為剛才你說 18 號線可以從南沙營過來 到時會接中間就會去到我們項目那裏 其實都是半個多小時的一個時間 其實現在南沙已經去到2萬多 之後都一定會去到3萬多 是的 甚至有些已經去到3萬多 現在南沙已經去到3萬多 其實你們只是它的二分之一 那廣州市區豈不是更貴 肯定的 這些 是的 如果誇張一點的話 深圳那邊 現在未開通 深圳那邊和開發區的價錢 會是好幾倍 好幾倍 深圳現在是最貴的 十幾萬 對 即是便宜的那些 都要700萬 對 最便宜的那些是700萬 如果誇張一點的話 可以說出來很多人不信 都要去到十幾萬方 哦 十幾萬 十幾萬平方 十幾萬平方 之後的話 我們跟開發區 和其他區域相比 就好像臨近的東區 這邊的普遍均價都會去到2萬多 我看過幾個樓盤 都會去到2萬多 是2萬多 那些是2萬3至2萬5之間 其實距離很近 十分鐘 十分鐘 但是相差了 五千到七千元 是本身自己的中山裏面 你的位置很漂亮 在府衛區 又在中心 其實距離 隔離其他城市 廣州、珠海、淺海 都是半小時 是的 這就是我所說的蛙地的原因 哦 所以便宜它們 二分之一、三分之一、四分之一 如果前海 肯定更大 可能有十分之一 是的 那介紹一下你們 整個項目 郭先生 我們現在幫你介紹一下項目的情況 我們現在的位置 是在這裏 12棟的樓下 12棟的樓下 之後的話 我們整個樓盤 就佔地198 m 進行兩期開發 中間這條路是分割兩期的道路 小區內部路 之後的話 我們的小區主出口 都在地塊的主中心位置 就是21棟和22棟中間 17棟和18棟之間 是我們一期的主出口 21棟和22棟是我們二期的出口 這裏的話 因為有兩期 所以說第二期 暫時就在建當中 因為我們加起來的話 我們有40棟樓 40棟 那你的樓盤都很大 是 在開發區來說 是一個比較大型的樓盤 因為我們主打的 主打的品質 還有我們主打客戶的需求 是支援型 其實跟投資的七、八點一樣 因為這邊的人口比較多 再看我們樓盤的沙盤 這裡的話 我們主打客戶 進來的話 會有個游泳池 700平方 在13棟和14棟一樓 是我們的會所 會所 有6、8、8、18平方的會所 裡面的內容 會有些健身設施 瑜伽、瑜伽室、旗牌 或者精訪那些 都主要是娛樂和休閒為主 就提供給業主的這個會所 對 前面就是遊刑池 對 沒錯 另外的出口 就在4和5棟中間 都是4、5棟中間 這裡出來的話 因為我們門口 這裡是河流 即是門口 這個河是真的嗎 真河 真河 這裡是活水河流動 這裡出來的話 有條橋 過來就是BRT站 就是BRT站在我們門口 即是剛才說的 快速公交站 就是快速公交站 就是專門車道 給公交車行走 沒錯 之後的話 我們這裡看到的模型 是屬於我們一期的工程 之後的話 我們一共是17層的小高層產品 那密度就低一點 是否這樣理解 密度低一點 因為我們整個造型是遺憾型的 主要突出的話 是裡面的生活空間 所以我們裡面是比較舒服的 我們綠化率比較高 百分之38 百分之38 60 是 因為我們叫南溪半島 所以的話 比較多水景的主題 就好像我們現在賣的三棟 三棟呢 它前面就有水景了 哦 即是三棟前面有水景 而且視野是比較開闊的 哦 是視野比較開闊的 因為我們一共17層 就比如這一棟的話 我們只有60戶人住 60戶 是外圍的話就是我們的商業配套 即樓下就是商業了 是的 因為我們一二樓是商業配套的 基本的話 我們業主都是三樓開始居住 是的 居住 之後的話 我們這一棟呢 就是兩梯四戶的戶型 嗯 但是它電梯呢 是有一點 我們比較創意 它設計出來的話 是一個電梯 這邊兩戶 這裡另外的電梯兩戶 一梯兩戶的設計方式 哦 相當於一梯兩戶 其實大家不需要怎麼等電梯 電梯出來會快一點 是的 哦 哦 還有的話 我們現在所有的單位呢 都是帶裝修出售的 嗯 是帶裝修出售的 面積段是116-129 嗯 有個116平方的三房 嗯 117平方的三房 117平方的三房 在哪個位置 哪個是116 這間呢 是117平方的三房 南北通透護形來的 嗯 前面3 4 兩個護形呢 是116平方的三房 116 是 是 這個單邊位是129的四房 129 是唯一計一間 嗯 是 所以整個三棟 如果要買大護形的四房 129 都是15套 是嗎 是的 15套 116 117 有45套 是的 是的 其實一共都是60套 60套 副單位 所以我們整個 看水景的只有60套 是的 我們居住的密度會低一點 嗯 所以它舒適度會高 如果要買都要快一點 肯定 因為一萬多的六大裝修 其實不貴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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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們小區裡面的有沒有其他設備 有匯所 有泳池 有水景 那就照著客來跟你說 那些 首先我們一期就有泳池 匯所 現在又說回二期配套 二期 二期裡面都會有水景 不過現在就正在起 還有我們裡面會有老人活動中心 就是以後退休的客戶 業主 他們會在那裏打冰彎波或其他活動都會有組織 另外我們預期會有一幢幼兒園 2700 名方幼兒園 之後我們小區的情況大概是這樣 現在有示範單位可以看嗎? 有,我帶你看看 好 這裏介紹小區裏面的細節位 即是電梯或內部設施 首先這裏沙盤有說過 這裏有回鎖 有小區的遊泳池 上方的電梯是德國底深的電梯 這裏的錶式和我們的膠錶差不多 即是到時做出來都是這樣嗎? 是的,差不多了 都是像豪華酒店那樣 哦,這裏的電梯很漂亮 是的 還有我們供電和供水 用上市政配套 我們之後有供器用管道煤氣 到時你們收樓就可以直接報戶 就可以開通了 網絡方面我們三網都會有 移動、連通和電訊 然後用消防系統就是標配 肯定是 這裏在任務大堂都會有 是的 過渡 過渡 全部設施都會配搭油 這些 還有我們車庫是配有充電裝的 因為我們現在 比例高嗎? 它的比例都足夠 足夠 因為我們現在 新能源車的話 會比較普適 所以這裏比較方便 所以這裏比較方便 是的 是的 現在車位賣還未? 現在暫時還未開售 還未開售 因為我們現在才開始收樓 我們上一兩個月 比較早中收樓 所以等它收樓差不多的時候 我們車位才可以開售 這個就是你入部大堂 是的 到時是這樣的嗎? 是的 標準是來的 是的 我們用一些材料 以及整個設計的模式都差不多 一會兒都可以大理看看 就是用天然石 是的 我們大堂是用天然的大理石 一會兒都可以看到 就是全面的實景 之後這部份 就是我們小區裏面的智能門家 有個對講 還有業主一定要開售卡才可以進入 包括我們取信件 用業主卡去開售都可以 不用鎖匙 按傳統 那邊是你們的裝修材料 是的 這邊就是我們的 你們是第一次裝修的 是的 充修材料的展示 這裏可以看我們 我們的膠樓邊的設施 各個材料展示 首先看到這部份 是我們的胃肉方面 胃肉方面 是的 這個也有的 因為我們是比較厚實的 我們用一些材料 實木的 對 實木的 聽到聲音 是木材料 是 OK 之後它的品牌 都是統一的 叫維可圖 維可圖 即是那些品牌 都是比較出名的 雖然由國產來講 這些是比較實正的 這裏推不到 推不到 上邊可以再展示一下 OK 再展示一下 這裏是入戶大門 這裏是入戶大門 和我們房間門的材料 我們有鋪開來看的 這裏的話 全都是實木的 是實新門來的 是的 包括我們上邊鋪開來看 它有分幾層 這裏就是我們的大門口 絕對是木材料 這裏就是房間門的材料 是的 這邊就是客廳 採訪 用的廚磚 這裏就是廚磚 這裏就是到時有去過 這裏就是房間裏 是的 它的厚度也很厚 側面可以看到 全部都是三層的 是的 那裏就是窗部份的材料 我們用的是商場的佳音玻璃 對 商場佳音玻璃 這個就是小區的智能系統 智能系統 OK 哦 全部都可以連接 是的 都是續屏的 還有功能性比較多 小區步入 可以拍攝可以看到 是的 這裏就是廚房間的交錶 這裏都有的 華大的 有 三個是我們帶有交流標準 是華大品牌 那裏的消毒櫃都有 對 用的都是一卡耗能 一卡耗能 是 省電 對 上邊的廚櫃 都是木材料 哦 全部都是16 我想你們的交收標準 其實都很高 是的 外面這個專門還要有光滑 因為油煙就沒有上去 是的 下邊的話我們用的材料 就是那個石板材料 石板材料 對 這些的話 即是避免的會變形 這些的話絕對不會變形 十年都不用換 OK 質量的話我們是比較主重的 好的 我們帶你看看揚品牌 揚品牌是交收標準 對 是交收標準 OK 好 葛先生 我們看到這裡就是我們的大堂交流標準 就剛才看到那個照片的入戶大堂就是這樣 對 剛才的話有個重點是用天然大理石 就是這個 天然大理石 對 這些全都是天然大理石 看紋路很自然 我看到你們的電梯和其他人不一樣 為什麼一棟樓兩棋 對 對 對 其實我們是兩棋四戶 兩棋四戶 對 但有個亮點它設計得比較好 就是我電梯位分開兩邊 就是一棋兩戶 對 一棋兩戶的設計 這樣就不需要人家上上下下 又迫著有時候很浪費時間 對 譬如說這邊搞成01、02 就坐這部電梯 03、04就坐這部電梯 對 OK 好的 我們現在由哪裡可以上去看 我們走這邊 OK 上三樓 郭先生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弧形 是116平方的三房 三個房 對 可以看回它的弧形圖 它都是很方正的弧形 嗯 它分區是比較合理 而且它的實用性比較高 可以進來看看 我們進入了入戶門之後 然後呢 右手邊這裡 即是門的後面 剛才提到入戶門 對 沒錯 之後的話 我們戶型後面 即是門 後面 可以做大鞋櫃位置 在這個位置 可以做大鞋櫃位置 可以做大鞋櫃位置 OK 然後這個是剛才的機器 對 那個是智能機 之後的話 左手邊 廚房 就是廚房 哦 你們全部都做到頂 對 上邊是鋁櫃板的吊頂 兩邊都做了 那麼 利用性很高 對 沒錯 之後的話 我們用回材料 也是剛才我們看到的材料 下面的話 是用回木材料 哦 這裡就更多了個鞋櫃 是 之後的話 我們 剛才說這裡有個 消毒 哦 消毒櫃在這邊 哦 哦 這樣更好 分開了 因為它的廚房 這個廚房是比較實用的 一個兩邊開 是 這邊可以放一些 電飯煲 全部都鋪磚 對 對 之後外邊有個生活洋桌 這個生活洋桌 放回洗衣機 洗衣機 熱水器會放在牆上 哦 全部都做了防水 對 對 這些是標配 都比較細心 然後這些就是天然氣管道 以後的話 在這裏 補裝 去護就可以了 對 沒錯 安全一點 這個部分 就是我們的餐廳位置 你到時可以放一張圓桌 或者放一張長方桌 看你個人喜好 這個地板磚 就是到時的交修標準 對 交修標準 對 我們的地板 你可以看到有些特別的 它有個好像馬賽克 那樣的主題 哦 我們裡面是狀式 以及邊緣位置 這些位置都是用兩種顏色去搭配 作為主題 其實這邊就是梳化 其實你們留很小的擦座位 對 其實這裏有個可以和你們說一下 這裏我們的梳化位 會放在這個位置 哦 梳化位在這邊 對 這裏是我們背景場 都是交流標準 哦 背景場 對 因為很多家庭的梳化會放在這邊 背景在這邊 嗯 其實我們這樣調過來 它是保證了我們業主的私隱性 哦 就是我坐在這裏 坐在這裏 你怎樣坐都不會太尷尬 就我們說我坐在這裏 是 背景場都有了 有了 都是交流標準 好的 那我們看一下房間 看一下房間 是 這裏我們現在進入我們的休息區了 進來的左邊 是我們的公共衛生間 對 你來看看 我們裏面的所有配套 都已經有了 就和剛剛我們在樓下看看的 一個裝修材料就一樣了 明整的裝修 都一樣 那裏都是做戀銬版的 質量準備一個 對 全都像神木版 這樣子 進來的我們都是兩間房間 對 看這些房間其實比較大的 每個房間製造衣櫃之外,可以擺放一米八至兩米的床 到時我想問,這些圓桶燈是否都有的? 都有的 剛才的車子一樣,大家看到圓桶燈 是,飆出來的 現在我看到的全部都有了 空條有沒有? 空條沒有 空條沒有的? 空條沒有的 空條沒有的 其實我看到吊頂已經做了 它是高線周邊,因為現在不流行吊頂 到時A個都會有的? 都會有的 交收就是這樣? 都會有的 我問問,這個飆槍能否打呢? 這個飆槍不能打 因為我們作為一個交流標 如果可以打的話,我們會打了 先交給業主 如果打不到的話 還有地板磚都是這樣 都是從我滲個地板 對,對 放到地板 聲音不像我 有其他樓門其實是空的 是實的 對 這個門 這裏就是我們主人房 主人房 是兔間 兔間 之後我們主人房的面積是比較大 空間是比較大的 還有我們衛生間 都是比較闊落的 其實你們的用料是真的好 你看,敲的聲音是不一樣的 對 之後我們主人房 我們會有一個衣務間 衣務間? 對 在哪個位置呢? 我們介紹一下 在這裏 這個位置 以後我們會選一個衣務間 交給業主 就是這裏有一個空間 這個空間 就有一個單獨的放衣物的位置 這邊就擺放一張床 明白 因為我看到你們很細緻 其實現在我們很多人在床上 其實我們是要充電的 你們就直接用USB口 對,有的 這個就做得細緻很多 就不需要插充電頭 直接找條線插就行了 對 好的 再看看你們的 還有一個大護形 對嗎? 對,還有129 護形 郭先生 我們現在再帶回129 方 129 方 是 這個護形 是南北對流的嗎? 對 你可以看到 這裏是雙龍塞對開的南北通透護形 看看你們的車 首先看到我們的左手 是我們的客廳位置 相當來說它更加寬落 對 更加寬落 應該有4.5米 是嗎? 4.3米左右 大概的話 它的剩下寬到4米左右 對 之後的話 外面就是我們的主陽台 主陽台 也是十分大的 對 我們看看 我們主陽台也是十分大的 你們這個門的厚重 因為它用雙層隔音玻璃 對 我們整個房間都是用隔音玻璃 由到時一樣 這個位置都是用鑽 對 一樣有做防水 對 另外一個方向看的話 就是北面 這裡是南面 北面 這裡是我們的獨立餐廳位 旁邊就是廚房 這個獨立餐廳 外面就有個生活人台 這邊就是達到非常好的對流效果 這裡看下去的話 會有另外的方向 另外的空氣對流效果是十分之好 因為包括珠山角位置 這邊的人都是喜歡這隻護形 覺得非常實用 不是非常舒服 我試一下 一關上去 其實就沒有聲音了 對 對 這些就是雙層玻璃的效果 OK 這裡的話 我們的餐廳房 旁邊就是我們的 廚房 我們預留了冰箱位 冰箱位 我們這幾件東西都有大油 三箱頭電器 OK 都是一樣 對 那些是標準 剛才看到的材料都是同樣的 好的 現在我們看看我們的房間 在我們的飯廳旁邊 是我們的一間獨立的房間 還有我們的公共衛生間 公共衛生間 公共衛生間是做一個乾燥分區 現在比較少 你們會設在A邊 對 對 即是可以以後做客房 對 其實都等於一個副主我 副主我 對 但是它做的功能性 會分得比較清晰一點 對 避免上班和上學 即是早上起床會爭廁 這個房間相對獨立一點 好的 出來上衛生間也會方便 由A面 這邊有三間房間 三間房間 相當於1294房間 對 4房間 A位置可以做櫃 對 做櫃 酒櫃也好 儲物櫃也好 都是很實用的 再過來看到 我們這兩間 首先說到這間 這間客房間是十分之大的 對 又來看看我們的空間 我們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可以做衣� 這個位置很大 之後在這邊可以放一張 米8 甚至兩咪的床 也可以 OK 這間客房出來 旁邊就是我們的書房 或者做的客房都可以 如果做客房的話 我們建議做一個 塔塔米的類型 塔塔米 對 客房就要睡覺 對 甚至一間房間也可以 對 兒童房 或者有需要的話 可以做一間書房 十分大的書房 對 這個位置又可以做 這個就是亮點 這個的話可以做主我室的外衣櫃 外衣櫃 蓋上一些大衣 毛 皮帶 那些東西 因為大衣的話 你不會經常洗 塵會多 就不進入主我 OK 這裏就是我們的主套間 主套間 是套間來的 廁所是十分大 標準都是用同樣材料 其實我看了這個房間 也有收藏不同燈 對 對 剛才說到外衣櫃 裡面我們可以在旁邊 這個位置 這邊又再做 再做一個大衣櫃 這邊又放一張大床 就可以了 還有我們飄窗位 都是很大用 可以看書 喝咖啡 等等 作為休閒的小部分 平時很舒服 平時很舒服 是的 好的 謝謝 謝謝 郭先生 看看我們的房間 以及我們的位置 你們感受到 我們這個樓盤 旁邊是非常成熟 和方便 還有說一句 都說 中山的幸福指數 是比較高的 即居住方面 所以這個是比較優越的位置 現在看到 這個就是全部你們的 交收標準 是的 全部都是交收標準 是的 看完你們交收標 覺得放心 可以買的 絕對 你們用廟是OK的 用任何材料 包括細節位置做得好 是的 雅居內和細光 是OK的 上市公司不一樣 是龍頭開過商 是 中山最大的 雅居內 是的 好的 謝謝 不用客氣 情色 有色彩 有色彩 跟你們 做到 這方面 書寺 這方面 有個 是 商賺 、